大家好,今儿个新年的第一天 真是感濕伤怀 跟大家讲点希望大家都参与的事情 著名的白纸运动 第一个在上海喊出拔免习近平 习近平下台 这个口号的居然是一个女生 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年轻的女大儿生 很多感想 无力自荣,羞愧难当 现在在我们这些个热爱自由的 反对共产党的乳包的这样的一个阵营里面 现在已经发起了一场运动 要营救这个小姑娘 所以跟大家讲讲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看到真是的消息 方老师你好 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我的同学参加了上海长熟路 1127游行 他带头喊出了四通桥口号和罢免习近平 第二天就被徐汇区的公安带走 一个多月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的下落 他的爸爸已经来上海好几个星期了 办案的民警 至今还未透露新的消息 哎呀 这个 心里很难过 很难过 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 然后把这个愚蠢的黑墨戳开 那么一小到伤口 完了以后 有一丝光明透进来的 居然是一个这么年轻的漂亮的 这么一个女生 你说我们这些个大老爷们 你说我们这些个老不死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诸狗不如 你说像什么话 你说是吧 所以呢 现在全球都在发起一个呼吁啊 我呢 今天的第一 2023年的第一天啊 一定要把第一期就讲这个东西 现在全球的都在呼吁 请关注被捕的复旦大学2019级日语系的学生 尼欣仪 2019级的是吧 那今天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样子吧 是福建的厦门人 高中呢 是毕业于厦门外国学校 他在上海白纸抗议之后被抓捕 这个其他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消息 我们看到这个小姑娘 哎呀 真的很可爱啊 真的是 很伤感 不忍直视 真的是不忍直视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 撑开这么一道光云的小伤口的人 居然是一个女生 我们这些个男人 这些个所谓的 宝金风霜的 这些个所谓的脑毛深算的 这些个所谓的这个 有故事的人 他妈的真的就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 所以想说点什么呢 该说的话其实都已经在所有的叹息里面 但是还是想说点东西吧 这不是我这个频道的特点吗 还是一句话 首先第一个强调的 就是任何时候 你就你就这么看了 任何时候 在尤其是在那些个被战争 瘟疫和饥荒把斥的 这些个黑暗的国家 黑暗的时代 如果是有一些个女人 柔弱的肩膀撑起的时代 一定是最黑暗的时代 一定是最绝望的时代 一定是地狱之国 一定是魔鬼掌控的时代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伤感 为自己感到羞愧 虽然我的羞愧一前不止 但是看到这样的女生 被抓进去 咬无音信 真的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是吧 有胆量的喊一声 没胆量的 也得要默默的支持 千万不要说风凉话 没有意义 这个时候你去 说那些个风凉话 理容课 搞那些东西 是不好的 真的 也许你说的有些话 有一点道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说的话虽然诚实 但是你一定要检讨一下自己 你说这个诚实的话的时候 是不是有爱心 真的 是不是有爱心 所以圣经的有些话 它是非常的严谨的 人需要诚实的说话 是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有的时候诚实的话 不见得 就有益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爱心 因为你是抱着一颗审判者的心态 一颗诅咒的心态 一颗恶毒的心态 你没有爱心 用中国的知识分子 就你没有见识 这个东西是不大好的 会招致众人的愤怒 从圣经的这个大叙事来看 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你去看 如果是有女性来 肩负起一个家族的变迁 如果是有女性来肩负起一个时代的重量 如果是有女性来承担起生活的苦难 一个家庭也是一样 如果是有女性来扛起生活的重担 这个家庭一定是下三段的家庭 这个国家一定是下三段的国家 这个时代一定是最黑暗的时代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非常优秀的女性 当她们在这个人类的心灵史上 占有重要的位置的那个时代 一定是人类最作恶的时代 一定是最绝望的时代 不管是路德纪还是以色帖纪 还是耶稣被钉死以后 那些个在她的坟墓面前 迟迟不肯离去的三个默默无闻的女人 那一定是最黑暗的时代 耶稣死了以后 整个世界黑了三天 时间都慢了几秒钟 这是有局可查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看到这样的女性 看到这样年轻的漂亮的 为我们这些个有丑陋的人 承担苦难的重量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性 我觉得稍微有点良知的人 稍微有点这个人心没有死觉的人 你都应该要有钱的朋友前场 没钱的朋友人场 你都要支持她 你不要说风凉话 这个太重要了 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啊 真的 女性进监狱 是让人细思极恐的 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是我为什么特别悲伤的原因 我在《仓皇人物志》里面 写了好多个女性 比如说张志欣 比如说林昭 张志欣在监狱里面不知道被强奸了多少次 林昭在监狱里面不知道被毒打 用这个没有笔没有纸书写写血书 然后被拉出去枪毙啊 受监了人间最大的侮辱啊 女性进监狱是不可思议的何况是这么一个年轻的女性呢 真的 我们 这个国家真的是 我是最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风景的啊 就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啊 但是承担起这个时代的重量的居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 是一些个大学生 让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你说任志强啊 曹老爷们儿 真逼一乎 我敬佩 很敬佩 但是呢 我没有那么的伤感 为什么呢 因为男人骂他骂的就是在黑暗的时代 你要有为真理赴死的乞丐啊 是吧 舍身取义啊 杀身成人啊 无论是西方的传统还是中国的传统都有这样的说法 你说是不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当习包子的狗东西在上面 像头猪一样的在那里拱猪屎的时候 当那些个狗东西在那里撒谎啊 不脸红的时候 当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吃喝嫖酒操的时候 居然有这么一个小姑娘 首先第一个喊出习近平下来 第一个喊出习近平 罢免习近平的说法 你说你出了肃然起敬 你出了佩服 你还能怎么样呢 所以不要说风亮话 我非常受不了有些人说风亮话 别说这个年轻人洗脑啊 谁他妈年轻的时候不是满腔热血呢 你没年轻过吗 这不是什么洗不洗脑的问题 不是什么愚不愚蠢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 他的心灵的力量和勇气和责任 我们说过人这一辈子 人最无耻的时代 最臭不要脸的时代 就是当他苍老两冰斑埋 整个肉都下垂的那个时代 是他即将进入坟墨的时代 是人最愚蠢最邪恶最败坏的 就像洗包子这样的人 七十岁的人了 浑身都是长满了无耻的尖锐石油 真的 特别的无耻 特别的肮脏 一个人最美好的时代 是他的婴儿时代 所以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 能够就他的心灵伸出的一些起码的长书 喊一嗓声喊一嗓子 勇敢的站出来 这说明这个人没有被这个黑暗的时代还带坏 他还没有被完全的污染 他还保留着人心的一种力量 一种勇气 一种尝试 这个时候你应该敬佩他 真的 应该鼓励他 哎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话 今天真是第一天 我从早上我就看到这个东西 我一直心里就堵得慌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说几句 让我们记住这样的一个芬芳的名字 倪心仪 是复旦大学2019期日语系的学生 我希望不管你是在加拿大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澳洲 还是在反正你在自由世界 你就尽可能的 去把这个人的 这个年轻的女性的名字 把它传播出去 让所有热爱自由的人 让所有这个反对共产党的人 让所有的那个保留起码的良知的人 都行动起来 都呼喊起来 说出这个这个女孩的芬芳的名字 然后进我们所有的领量去营救他 早一点让他出狱 真的 让让他展开他的人生 让他去谈恋爱 让他去找工作 让他去奔向自由世界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在旁边说风凉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